小腿會變瘦 OK 好吃什麼小腿會變瘦呢 剩女番茄木瓜菠菜 都是好東西對不對 而且這個都是高甲的食材 其實如果你吃了高甲食材 可以幫助你剛剛提到 你吃太鹹 可以幫助把那把它帶出去 不過我提醒上班族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今天有約會 然後你又穿高跟鞋 穿短裙 你要去談生意 你不想要你的小腿 看起來很胖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大概前一天 盡量不要喝湯 因為我們在減鹽 我們在教人家減鹽 其實你教很多東西他都記不得 但是我們只要跟你講說 你盡量不要喝外面的湯 你就會發現你這個鹽 真的就少了三分之一 對 湯 你在外面幾乎所有的 包括小吃店的 麵攤的什麼 那些湯其實都滿鹹的 它不像陽春麵的湯 清湯 也是 其實你會吃起來好像覺得是清湯 因為事實上 因為它有油脂 所以油脂很豐富的情況之下 你會覺得說還好 可是事實上 我們去測那個鹽分都很高 所以第一個不要喝湯 第二個其實就是你的動作 你不要額外加東西進來 比如說像你的飲食習慣 你坐下來 你就很喜歡加醬油膏 很喜歡加胡椒粉 很喜歡加辣椒醬 你就喜歡這樣子的動作 你會發現你的吶含量 都是比別人多一倍的 所以大概就這兩個習慣 其實你就可以 讓你的小腿不會水腫 剛剛你那個魚鬆 你還要再加 加那麼多 不加 對啊 不管你怎樣我都接受 不要聊到這個 可是我覺得 關於水腫這一題 小腿胖這一題 待會兒片哥說明也可以補充 很多女生都把它怪罪於說 我是因為運動 就是說你剛才說 自己什麼小時候是 你可能運動健將 然後有些女生都 因為我走太多路 其實你適當的運動 反而它的組織液 不會堆在這裡 因為有些女生的水腫 是因為它的那個 淋巴循環不良 就是說我幾乎都坐著 然後我又沒什麼走路 所以它這個組織液上不來 所以你看起來特別腫 對於這種女生來講 反而適量的運動 其實可以讓你腿看起來變細 飛輪 飛輪 對 飛輪 因為它常常要站起來 站起來 動起來還有十分鐘 九分鐘 八分鐘 就好了 就把他拚弄你知道 快點 我去一次我就不要了 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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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有沒有 再來撐一下支持 要堅持 而且你騙一下 我每次都坐後面 兩分鐘好長 對 那很長 可是我覺得飛輪真的超好 因為之前有個女生 她一坐飛輪 她就覺得她腿沒有 因為她本來以為說我騎腳踏車 這不是因為會變得很粗嗎 她說她沒有 因為老師跟她說 第一 你不要把它調很重 第二就是你跟著老師動之外 她說因為其實除了這個動作 運動你的腿部肌肉 她說核心肌群變好的時候 你走路不會像以前那樣 砰砰砰的走 然後你反而腿是變細的 你那個把椅墊調高一點點 你就讓它直接可以拉直 有沒有 有沒有看那個摩門叫的 他起腳踏車的時候 超高的有沒有 她們其實在練腿部先 體會這種 就這樣嗎 故意這樣 要煎一點 再煎一點 這也不要太... 不能這樣子 因為妳會抽筋 對 OK 教了一個技巧 對 因為剛剛有講到 像有講到木瓜 剩女番茄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平常 就直接削來就可以吃 對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 想要讓這個吃起來會有點趣味性的話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 趣味性 就是 我這些可以當點心吃 那我準備的食材是這個 就是木瓜 然後剩女番茄 你可以把它切碎一點 切碎完之後 裡面可以加一些芥末 芥末番茄 對 加一點芥末 加一點芥末跟一點點蜂蜜 把它調整 那就直接加蜂蜜芥末這樣 加黃芥末 加一點點就好了 去提味 那就是蜂蜜芥末 就是蜂蜜芥末會比較好 你去買 漢堡裡面加到那種芥末 不是...有賣蜂芥末 因為漢堡調好裡面可能會比較甜 那裡面有比較熱量 老外吃熱狗的那種芥末 然後你可以用 你可以去市面上去買那個 像那個潤餅皮也可以 因為潤餅皮其實沒什麼熱量 或一些餅皮 然後這樣把它包起來 裡面包起來 裡面是什麼 這就是木瓜番茄捲 他不敢吃木瓜 木瓜番茄捲 這還滿好吃的 老師妳可以試試看 我來 木瓜其實現在吃起來 台灣的木瓜很甜 真的 黑人 來 給他一點 不能偏食 你應該示範 當爸爸的人 留一個給黑人 好 來 不要天使啦 真的還滿好吃的 小青菜他們也很喜歡 所以這是素的 對 全素的 有一種味道 它的醬很好吃耶 對啊 醬 加這個給小朋友當點心吃 吃起來很OK的 街道就還好 我覺得就滿清爽的 然後你這樣拌這個 聖女番茄的時候 你把它切碎對不對 然後我剛剛裡面 還有加一點點的橄欖油 一小匙而已 素的這麼好吃 還滿清爽的 好吃 對 就很清爽 這好吃 滿清實的一道料理這樣子 厲害 憲老師你住哪裡啊 好想搬到你旁邊當鄰居喔 他今天教的方法都很簡單 很簡單 很好吃 但是五股米 老師說 我還可以告訴你 怎樣煮更好吃 OK啊... 對啊 不懂要問 好 吃了這邊幹嘛用的 今天學了好多吃 而且老實說 剛剛伊莉老師有講 其實除了為了美麗之外 不說這裡胖那裡出 還有健康的 現在什麼三高的危險群 年齡一直增加 我不是未來是 我是現在式了對不對 現在年紀大一點變過去式 就來不及了 是不是 非常謝謝四位來賓的 教導跟分享 謝謝